赶快来看一个最新消息 一个餐会上的口角 竟然变成了黑道为室 这是云林县北港镇光复里的里长吴东河 疑似跟一名李明因为禁酒纠纷 结果他就带了一头拉肯尔郎 骑机车戴着安全帽 跑到李明家里头叫嚣恰恰 就连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 还是气焰非常嚣张呢 目前最新的情况 我们连线交给记者哲元 哲元请说 好的被向下民众用手机拍下 吴东河里长的恶劣行径 里长满脸凶狠 带着一大群人到被害人家中 当时已经是深夜 这一群人叫嚣呛瞎 要求被呛瞎民众的父亲出来面对 当时警车已经赶来 但吴东河里长还是继续呛瞎 来看当时的情况 阿伯没给我们一个警察而已 很不好意思 很不好意思 今天你不敢这样 你不要受气 今天你没问题 我们不要给他麻烦 里长还不断对着镜头 大骂三字经 甚至对警察说 你们只有两个人不够 快点多叫几个来 结果网友齐礼 这名里长的儿子 就是日前酒驾入骂警察的 前议员黄盛贤的助理 而吴东河里长 去年底代表中华统一 促进党参选并苏联党选 被害民众感叹 一个餐序的口角 竟然可以演变成黑道为室 而这也让他们全家 吓到不敢再住 全家搬到高雄 避免再被骚扰 好的以上是云南现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